你听我解释 好痛 疼 你在马上上说过 会一辈子对我好的 这才多久啊 你就反悔了 如果我今天 没有听到你们的对话 你还要瞒我到什么时候 我本来是想到了玄虎城 慢慢跟你解释的 我真的没有 故意想要瞒你 只是很多事情 最开始真的不能说了 你故意栽赃我破海苏木 将我流放 那是因为原来 被我写死的人 母亲林七 路旁 要不就是中风 要不就是死了 我怕你也会走上 我设定的那条路 但是后来母亲醒了 林七也没死 然后我就放心了 我一直想跟你解释的 但是你当时特别恨我 你根本就不想跟我说话 那你要把我推给陈楚楚 当我意识到 我自己喜欢你之后 我就没这么做了 我心急你也利用 那我不是偷龙骨 治好了你的心急吗 你假造秘性 在陈楚楚面前栽赃我 这事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吗 我 我心急也是你设计的吧 刚刚不是说了吗 我治好了你的心急 你是治好了 那不是因为是你设计的吗 我懒得跟你解释 干吗 不是我起来 我只是 太意外了 但我现在终于明白了 你之前为什么总是骗我 我做的事 又总是与你的初衷背道而驰 你为什么与我从小 与 你不要说谢谢 你为什么呢 我真的不能说 我为什么不许多 你为什么不许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组织 编曲 就跟写戏的画本先生一样 大到 两个完全不同制度的国家 小到一草一木 都是我创造的 所以 他们是谁 要做什么事情 要经历什么多的波折 我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一进来 就知道你要杀我 所以也就才躲过一切 所以 其实我只是画板中的人 不是的 虽然一开始我也觉得 他们不过就是一堆 纸片人罢了 但后来我发现 你们每一个人 都有自己的喜怒哀乐 这不是我创造的 这是你们自身的 真情实感 跟我们一样 你生活的世界 是什么样的 是像花园城 还是像玄虎城 我们的世界 在我们的世界里 男人做主 还是女人做主 这些世界上 有些时候像花园城 有些时候像玄虎城 这本来就是一个 争论不休的话题 所以我就写了这个故事 你的世界 有没有可能 也是一个编剧创造的 有可能 反正真真假假 谁说都明白 你们世界的编剧 都像你这么可爱 那不仅是可爱 而且还特别有才华 每一个编剧 在创造自己的故事的时候 都会特别地用心 虽然 有时候会有一点小漏洞 有时候会洒洒狗血 有时候也会有一些 自暴自弃的无聊梗 但是他爱他笔下的 每一个角色 有时候还会跟角色谈恋爱 那你 有跟裴衡谈过吗 这其实不一样 你是男主角 男主角呢 是属于你主角的 男二呢 是属于大家的 裴衡不知道这事吧 当然不知道了 不许告诉他 这个事吧 只有我能知道 这故事的结局是什么呀 结局啊 原本是楚楚寄认了陈主 日月同灰 天门大开 我也是写到这儿的时候 睡了过去 才来到这个地方 所以我猜测啊 可能要等到 日月同灰 天门大开的那一天 我才能够回去 你是不是 怕我离开啊 当然不会 等你走了 我就回玄虎城 然后那三百个妾室 我一天换一个 一天换一个 我哪有时间想你啊 可是一年呢 有三百六十五天 剩下六十五天怎么办啊 剩下六十五天 你管我 你都要走了 还管那么多 那剩下的六十五天 那剩下的六十五天 你留给我 好不好 先欠你 你愿意留下来 我发誓我刚才都是胡说的 只要有你在我身边 别忘了 你只要一切 才能睡 我还能睡 然后就这 你们俩